网友们都知道,中国政府高官从小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接受教育并留在美国,包括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 这些海外赵家人的眼中的中国和普通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呢? 一位叫金克宇的女士写了一本书,讨论了美国不理解的原版中国,并称中国人不需要民主自由,因为95%的中国人信任政府。 我们通过一些调查发现,原来金小姐就是前财政部副部长现任亚投行行长金利群的现金,可以称为官二代中的官二代。 纽约时报对他的这本书做出了评价,金克宇高中就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美国,后来就读于哈佛大学,现在在伦敦政经学院任终身教授。 他在高尚和世界银行里游刃有余,而现在临时与父母住在北京,他刚刚写了一本书,他称之为《阅读原版中国》,也就是说未经过西方视角污染过的中国。 书中的内容令欧洲人和美国人感到惊讶的是,金克宇在目睹并享受了西方最好的东西后仍然偏爱中国。 中国不是缺乏民主吗?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等少数民族的镇压怎么办?环境污染问题呢?对台湾的威胁和在南海的建访呢? 金克宇在书中写道,美国是民主国家,而中国显然不是。 但2017年至2020年进行的最新世界价值观调查表明,95%的中国人对他们的政府充满信心,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33%。 同样,93%的中国人认为安全比自由重要,只有28%的美国人这样想。 他记得说,中国的国民认为,政府应该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不认为干预是对自由的侵犯。 这本书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在讲述中国的经济奇迹。 在最后一章,他写道,中国领导层热切希望避免广泛的不平等,因为那会自身不信任和极端主义。 中国为其人民寻求橄榄性的收入分配,中间庞大,两头稀少。 他写道,中国要求本国的公司合法、合理、合行。 中国科技政府需要退居母后,让市场和企业家来发挥作用,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机制还未成为新策略的一部分。 几周前采访金克宇时,纽约时报记者问他是否为了避免冒犯中国领导层而有所保留。 他说,我不谈论政治问题,坦率地说,这是一部经济学作品,要意识到在中国,绝大多数问题都在国内,中国人并不总是想着美国。 记者接着问金克宇,习近平不是要重审政府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吗? 他回答,不要过多于解读浮夸的信息,今天的现实是,私营部门完全掌握了主导权,最好的证据是中国经济从新冠限制中缓慢反弹,之所以不景气,恰恰是对私营部门缺乏信心。 最后,金克宇表示,对于中国人来说,底线是避免美式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讲,中国希望成为一个更大、更明智的德国,更受控的资本主义。 也不知道金女士说的是什么时代的德国啊? 看到受益于美国的官二代说完这些话,一些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 米歇根大学国际研究所所长Mary Gallagher发推怼了金克宇。 他说,我完全同意,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了解不多,但是,请不要将对政府信任的民意调查作为证明某种深不可测的亚洲价值观的依据。 书中写道,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2017年至2020年,95%的中国人对他们的政府有相当大的信心,而美国则为33%。 这两个数据实际上不可比较,在一个两党制的系统中,我们需要对关于政府的问题进行调整,因为回答会受到高度党派性的影响。 更好的问题是询问美国人中有多少比例更喜欢这个政治体制而非其他体制。 以我之见,这个统计数据揭持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重要而有趣的差异,即中国人对政府有着极高的期望,而美国人对政府的期望较低。 这绝对不意味着中国人对政府感到满意,而是表明当政府表现不佳时,他们会很快感到失望。 更不用说,社会期望的偏差会使中国的调查结果更加可疑,特别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拿着中国人的血汗钱,一边在外国享受美好的生活,一边说其他国家没有中国好。 观众朋友们,你们如何反驳这些官二代海外赵家人的观点呢? 请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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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